網路上開放資料,下載最熱門的就是那個實價登錄的資料 也就是說 內政部吧,他把所有的那個成交記錄通通公佈 台北市的實價,我是把它整理出來,如果各位同學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先了解一下 那裡面的話,我已經先把它整理出一個Excel檔,當然如果說你要去抓那個 網路上面的實價登錄資料的話 你們可以Google,這個應該網路上都可以Google的到 在那個內政部的那個 網站裡面吧,應該你打一個關鍵字叫實價 實價登錄嗎?應該是 實價登錄裡面就有了 或者你打開放資料也可以 開放資料最熱門的就是這個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內政部所公佈的 而且這個是 真實的成交記錄 也就是說很多那個仲介給你開的價錢都是 有些時候都是灌水 而且灌得很兇嘛 所以人家說 什麼 開價嚇死人 成交笑死人 因為真的是中間價差很大 但如果說你不希望成淵大頭 就是你根本 你可以從內政部裡面的那個實價登錄裡面看 最近的或者歷年來的 你想要買的那個區域大概 平均的成交價大概在哪裡 OK 那可是問題 這個他下載的東西 你可以發現他有個open 免費下載 及批次資料申請 他有些可能要申請 而且有些好像已經做一個app 那這邊的話有本期的跟非本期 好像就是新的跟舊的 那另外的話他有提供這麼多格式 有沒有比如說 XML TST CSV Excel檔 當然你就直接下載Excel檔就好了 OK 那下載因為資料量太大了 所以我就把它整理了一下 整理台北市的 那台北市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將來可能會需要 需要一些東西 這邊因為 時間的關係 因為這個可能難度比較高 所以 我們這個會在後面 講到那個有關工作表的切割 就是P字查詢那個章節的時候 會再跟各位再做說明 那我先做個demo一下 這個裡面到底能做什麼 比如說呢 我今天已經下載了這麼多資料 這麼多資料 裡面大概文山區有很多區 這麼多區 然後總共比數的話 900多筆 所以呢 我要怎麼樣去把資料切割出來 這個時候呢 可以分成什麼 它是哪一個 哪一區 那你要找什麼 是有房地 還是 有房地加車位 還是土地 還是 車位 還是建物 另外的話 每平多少錢的一個區間 如果說你今天 希望可以 最好可以做一個 簡單的P字查詢的工具 因為這已經做好了 就是你可以按下 P字查詢區 按下去之後呢 我希望能夠按照 這麼多區 自動幫我 怎麼樣呢 查完之後 文山區 一個工作表 中正區 一個工作表 一個 蘿蔔一個坑 這個 會不會很困難呢 其實不會 按下它就可以了 按下去 全部幫你分區的 所以你以後呢 文山區的 通通在這裡 OK 你就去看文山區的就好了 甚至那你也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選項 哪一條路 都可以啦 反正你要的 自己就幫你 一個一個一個的 幫你分出來 這樣感覺應該會 還蠻不錯的 對不對 你在分析資料 本來就是要查很多個 所以呢 你需要做什麼 第一個 清單建立起來就好了 清單怎麼建立 把這邊全部 摳過來之後 移除重複不就好了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因為 這邊在資料裡面不是有個移除重複嗎 我把前面這一欄 複製之後 貼到這個清單裡面 那當然貼上之後他會有一些就是 不需要的東西 把它貼上 那你可以移除重複 要不要擴大 不要 因為擴大其他就 就會改了 所以移除重複 然後 有沒有標題 有標題 記得打勾 按確定 好 移除了 這個清單出來 有沒有 不然的話 你還要自己在那邊 不知道的話 你可能要再重新排序 排完序 拿一個 太麻煩了 所以他就直接幫你移除重複就OK了 清單就有了 那你可以針對你要的部分去做查詢 那也就是後面我會講 按下它 如何可以變出這些 然後呢 還可以批字刪除 按下批字刪除 它會幫你把你剛剛的查詢全部刪掉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不會跳出說是否刪除是否刪除 他就刪 那怎麼刪呢 從給他一個範圍 就是 總共有幾個工作表 留下兩個 所以總共減兩個 然後呢跑個回圈 我的習慣刪除一定從後面刪回來 從最後一個刪回來 程式就寫完了 所以如果你們看到那個批字刪除 應該也不會很陌生啦 先把它關掉 這一行 然後呢 for I 等於 最後一個 到 第三個 為什麼因為刪到第三個 前面兩個不能刪嘛 Step減二為什麼 因為倒過來刪 如果你往前刪過去會有個問題 你刪了它往前摸 你刪了它又往前 原來刪到第三個 第四個會跑到第三個 那你再刪 那它又跑掉了 所以位置不對 所以後來你只要記得刪除 一定從後面刪 會是最好的策略 再來利用 序詞物件裡面的第幾個 後面有個方法 叫做delete 就刪了 然後呢 因為displace alone 等於false 所以它不會再刪除 問你說是否刪除 但是特別注意 最後刪完之後 要把什麼呢 把那個 這個display alone 再把它打開 不然本來會有錯誤提示的 它就完全不會提示了 變成不正常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P字刪除 其他的話 因為這個後面的可能 會稍微複雜一些 我們後面再講 我主要是 幫各位開個頭 那當然你可以 按照這個清單裡面的區之外 你也可以按照這個 所以按照這個 一個什麼交易標的 OK按下去 它就會一直閃 自動幫你把 你要查的 通通幫你歸類 OK 然後如果你要再刪除的話 就在P字刪 刪除掉就好了 它就幫你刪掉 OK 好 那不過你會發現 它會一直在閃動 就我剛剛講那個閃動 所以呢 如果 你今天要把 閃動關閉的話 很簡單嘛 在開頭的地方打一行 Application 點 Screen Screen Updating 等於Force就好了 這個部分我們其實可以直接來試過 就直接怎麼樣 在這邊按個Tab 然後我習慣在這邊打一個 Application 所以因為我說Application 最好把它記一下 Application 應用程式 那再來你不會打那個Screen 沒關係 點一下 它就提示了 所以如果你打錯字喔 有同學點下去喔 沒有跳出來 你檢查一下拼字 你不要一直打下去 因為你這個字 如果打對 清單出來 打錯了 很抱歉 它就不會出來了 OK 這也是一個 Debug的好方法 然後打一個S 打一個C 就出來了 所以 有的時候那個屬性名稱 也不用背 真的我也沒在背 我就大概記得 然後點下去有 那就 一定會出現嘛 對不對 這種 不然的話你說真的 這麼多東西 哪會背的起來 那麼多 而且不好背 而且有時候理解了之後 你也不用背了 而且有時候 還是不要相信自己的 記憶力啦 因為那個 現在很多人吃的 不應該吃的 阿之海莫鎮那個 之前有一部電影嘛 有沒有 他五十幾歲 那個有個大學教授 就提前發作了 結果後來呢 他就忘記 他所有一切的事情 就是老人痴呆症嘛 所以你 特別是不要吃 重金屬啊 什麼 真的很 所以他那裡面就是 他還拍了一些影片 告訴他 自己的未來 他在他清醒之前 先錄好 告訴他未來 就是跟他講說 在哪個地方有一瓶藥 裡面的所有的藥 你就把它全部吃下去 再把開水倒下去 不過還好 他正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剛好他跌倒了 然後呢 藥就撒一地了 其實他就是要告訴他自己 你趕快 你那時候就 這個 這個 應該有看過這部電影吧 就那個什麼 台灣翻譯了 就叫 什麼 OK 什麼 什麼 我依然 什麼什麼 等等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說 你還是要把東西 寄在一個地方 像我是寄在雲端 所以我以後 像我自己的習慣 說我貼到那邊 除了你們看得到 我也看得到 我忘記怎麼辦 沒關係 我去那邊 C C V 就好了 OK 因為我自己寫的 我自己 就很清楚 OK 不過 如果有時候你說我可以全部記得嗎 但不可能啦 OK 這個地方等於 等於下去 它有個True或False False有沒有 啊記得喔 開頭的地方 一個 開對不對 關對不對 記得在最下面 End sub這邊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 記得再把它 改為True 不然 以後 又不閃動了 可能 變成會怪怪的 該閃動的時候不閃動 不該閃動的就一直在亂閃 OK 所以記得喔 我們把它關起來之後 把它刪除一下 再把這個 跑一下 有沒有 不閃動 而且喔 還有一個 得到多一個好處就是 它的速度跑快一點 為什麼 因為你在閃動的時候 你的那個 就是畫面 CPU運算也會花比較多時間 所以我試過 反而關掉 它的速度甚至有時候 至少快一倍喔 OK 所以有的時候 你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按下去 全部出來了 OK 所以這應該也是還蠻不錯的一個應用 那也就是這個東西 都是開放資料 它在哪裡得到的 在網路上 所以你打一個開放資料 我想 台北市也一堆啦 高雄市也一堆 中央也一堆 那些資料通通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去做應用 你可以馬上做出一些 你要的東西 然後再去做後續的分析 也許配合像表格 剛剛那個表格 然後再做出一個圖表出來 其實並不會花太多時間 但是它用途其實我覺得很廣泛 可以看到一些別人看不到的資料 一個結果出來 好這個是有關台北市的實價登錄部分 那你們一樣 可以從那個我們雲端上面 這邊 因為這個後面還會再講到 所以請各位 可以先到那個 我們雲端 上面的那個 我們今天的那個 第三個 裡面的那個實價登錄 一樣會有一個程式碼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程式碼裡面 把它打開來 然後展開來 其實就是我剛剛打的程式 所以如果你要做 也是直接可以 應該可以把它貼上 我想應該不用改任何東西 這邊都可以看到 我有一個敘述 一二三 四 這個 就這一段有沒有 區的 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也休息一下 等下再繼續 好